羊鱼的第五天还得搞了一个小火山 那看看这个巨型汉汉鱼苗包里面都是什么鱼啊 哦翻车鱼 这个是蓝枪鱼 这个应该是鲨鱼吧 垂头鲨14级别194亿 我又把火山移到了左边了 感觉和底下的鲨子不是很搭呀 又来一条大白鲨14级别 价格是164亿 哇有点小卡顿呢 彩色的巨型细章鱼 整个一白色202亿 那居然是最后一期的 我就搞一个我自己的top10的鱼好吧 看看和你们的比呢差多少 这个是浪漫 有点丑了 我看看在哪啊 这一时间呢我还找不到呢 在哪呢 在这里 价格是123亿 那我们再花1000亿呢升级下鲨鲨 终于升级满了 是金色的鲨鲨呀 一次加30点经验 长大了一条空极鱼 传属级别 价格是419亿 那这个可以留的 目前价格第一 大家猜猜这个灰色和红色一半一半的是什么鱼啊 有人知道吗 它是月亮鱼 它的彩色版本我觉得更像一点 哇 传说级别的大王乌贼 我们先搞一个top10的拼选鱼杠 花5000亿给它们换上了黄金沙子 这样就好看很多啊 那目前第一的是大王乌贼 464亿 第二是419亿的空击鱼 下面的就太大了就不选了 目前就选了俩 谁会拿到第三呢 发现了大王酸江乌贼 那看起来更大了 神话级别 价格是787亿 晋升为新的第一啊 本来想找个第三的 没想到又翻倍了 遥遥领先第二名呢 好已经三个了 这个是这大醉出来我小当尾说了 这不是叶游里面的巨鲲吗 鲲子大一股装不下 这玩意我查了一下 好像叫母沙 价格是224亿 那又发现了一条彩色的垂头沙 翡翠一样的颜色 价格是389亿 那可以进入第四名了 来了一条金沙14级别 在最下面游着 看一下价格啊 254亿 这个不太行 金色的金枪 与这个肯定贵 金色的一般是普通价格的10倍 575亿 那新晋为第二名 拉近了与第一名的差距 我这鼠标不动以后呢 这小鱼开始绕圈了 又长了一条金色的鱼啊 而且是稀有级别的 价格是1237亿 哇这第一又被刷新了 它是新晋的价格之王 TOP10已经有六条了 这是彩色传说大王巫贼 冲蓝皮肤 价格是929亿 涌夺了第二名 感觉这里面可能有鱼要被淘汰了 300多亿我不说是谁啊 又发现了一条金色的小鱼 龙盾鱼 哇这个鳞片很好看啊 价格是650亿 还行啊 应该是拿了个第四名 我们开启一个快速淘汰模式 没有能进TOP10潜力的小鱼呢 全都卖掉 这一批没有啊 这一批看一看 好像也没有 这一批 这一批好像有个东西啊 我看一下啊 是神话级别的 大王酸江乌贼 而且是金色的 那就是金色神话了 它肯定是第一了 这个西游都对于它来说呢 没什么悬念了 看下一批 这个有个金色的大饼木鱼 这个可以留着 这一批呢 有个金色的大海莲 那目前的TOP10名应该够了 金色大西洋大海莲 537亿 金色的大饼木鱼 它好像只能蹲钢底啊 价格是556亿 剩下几个需要的时间太久了 直接卡在桌下脚挂着 这个彩色死尸母杀 419亿 那先留着 彩色死尸金杀 509亿 那也先留着 还剩两条了 这个死尸的金杀不太行啊 不要了 254亿肯定是排不上号的 直接卖掉 最后一条金色神话级别的 大家猜猜能不能超过1万亿 应该是至今为止 我养过最贵的了 在100倍数下呢 终于养大了 金色神话级别的 大王酸江乌贼 价格是7875亿 那很遗憾的 没有到达1万亿 到此呢 我这13条鱼了 把到时候前三都卖掉吧 一个是389亿的垂头沙 一个是419亿的空击鱼 一个是419亿的母沙 很遗憾 你们沙落选了 这就是我这边养出来的TOP10 很遗憾没有刷出来彩虹色 最高呢 是金色神话 最后加一个神龛 这场面 大概就是龙宫的感觉吧